新年輕人 作詞人選 十一臉熱潮電影最高差 不嗆 不辣 不上桌 有的人沒有做壞事的命 妳知道嗎 就是平常好事不出門 但是壞事一定會傳千里 對 一做壞事就會被抓到 我很奇怪 我為人就品性端正 對 我在外面也不領話熱潮 對 是真的 平常我老婆不太關注 我的相關動態 哪有 他每天都很關注 可是說音也奇怪 有時候聚會的場合 總是會遇到一些輕浮的女生 對 他跟你聊天就聊天 他喜歡跟你在那邊勾肩搭背 我們有時候也不好拒絕 因為拒絕就顯著我們小鼻子小眼睛 總不能人家要搭你 不可以 這樣很 不搭 有時候我們就只好勉強言和 可是你還好 你的手都會這樣子 或是這樣子 好 無論如何 這就是逢場作戲 那老婆怎麼會知道呢 說真的 我老婆就有辦法在這樣子 廣大的網路海當中 那個照片當然不會是我PO的 也不會是那個三八女PO的 對 旁邊的人PO的 旁邊的人 而且她還是發她自己的限時動態 奇怪了 我老婆就有辦法看到 更令人貓國悚然的 我老婆不是屬於會大吵大鬧的 對 我這樣子十一點鐘看電視新聞 然後就在沙發上睡著了 那一路就睡到半夜三點 我怎麼醒過來 你知道嗎 半夜三點 我的手機 咚的一聲 半夜三點怎麼會很咚 會不會有什麼急事 然後一看 我老婆 我老婆明明就在幾步路的 房間裡面而已 她幹嘛 要咚我 一點進去 就看到那張照片 我心就涼了 我第二天還有重要的工作 他讓你因為晚上睡不著覺 抱負你 抱負你 這個叫東窗四方 對 東窗四方 我也不敢進房間 然後我躺在沙發 然後我只好用雙手 護住自己的褲襠這裡 因為我擔心 恐怖電影都這樣 老婆站在那裡身後拿著剪刀 你喔 下半身愛作怪 這真的要小心 我有個朋友 他的先生也是 每一次出去他都還很小心 他都 人家只要拿手機拍 他先生一定閃 他老婆當然是在家裡 但他老婆就可以看到 線洞上面 連手他都認得出來 手就認得出來 他就知道是他的手 可是他有戴一隻錶 手大概有長錢 或者是長皮蛇 我跟你講 你這個手一看也是你的手 會嗎 還細 細皮嫩肉 細皮嫩肉 奶油桂花手 所以這一件事情 告訴我們以後要戴手套 對啊 我們出去聚餐要戴手套 比如說他知道 他老婆今天穿什麼 就是一個袖子跟一個手 他就知道是他 然後他就知道說 當天晚上有很多妹 我覺得這些老婆都是想太多 太愛吃 他們有神奇的地獄 可是很奇怪 他通常都不會看 就是你一天晚上正好看線洞 就正好被他看到 所以對老婆來講 他就覺得說這是個訣竅 上帝在幫我 真的 所以我就一定要整他 所以這一集叫 人你整 不是 那是野外交和 人在做 天在看 真的 人真的是在做 天在看 人不能做壞事 但是很 就直接 但是很奇怪 有一些人做壞事 不會被抓到 有一些人只要做一點點 只是想 想做壞事 馬上就被抓到 今天我們請來的來賓 就是要跟我們分享 他們沒有做壞事的體質 只要一想 他就會出事 好 歡迎我們的來賓們 齊慧 嗨 黃老師 哈囉 梅安 嗨 來 以及我們的潘若迪潘老師 來 好 喜訊 已經傳遍全台灣的孫夏宇童 謝謝 恭喜 終於修成正果 真的 對不對 鞋子又是一個節身自愛 對不對 對 妳應該多好 但我還是夏 還是姓夏 沒有關係 OK 好 來 沒有做壞人的命 真的 一做壞事就刷爆 因為做壞事 發生什麼事情 來 金屋偷藏嬌是什麼意思 就是金屋藏嬌 來 這件事是怎樣 其實我有幾個很好的腳踏車廠商 那當然他們給了一些腳踏車給我 有時候某些腳踏車是可能覺得不太適用 那我就會想說 那是不是要換一個這個 可能自己喜歡 譬如說適合的把手 或者適合的高度 或適合的什麼什麼什麼 因為他給了我那一台 不是我看中的那一台 對 那如果看中那一台是可能又比較 價錢會比較高 那其實我周邊是這樣 我周邊那些朋友 其實你知道他們會就慫恿你 這一次是因為這樣 我的朋友就慫恿我 說 我跟你講 我們這一趟出去 大家騎的車都是很屌的車 那你可不可以來跟著我們一起 你也去弄一台這個車 那我說 我說有 廠商已經給我 他說你那個不行 騎不到 跟不到 等次不告 對 跟不到 那個沒辦法 你一定要換那個 可是我會心裡想說 因為你知道我老婆有時候 管我這種 在錢那方面他管得滿嚴的 我還記得那一台車 我為了這個朋友一直慫恿 我周邊這些朋友一直慫恿 我說 那如果我買了這台車 我該怎麼辦 我沒有地方可以放 而且買這台車價錢這麼高 我又怕被發現 所以我就跟老神借錢 然後我每個月還他五千塊錢 所以我就想說 我會怕讓他知道 他跟我講說 你就買 買了之後 我教你一個方法 現在很多人在外面租一種倉庫 你知道 什麼空間 什麼耳 什麼空間的 對 什麼耳 什麼空間 很多那種 我跟你講 你就去弄一個倉庫 我們所有的車友 我們都把重車 他們把重機都 藏在那邊 放那個倉庫裡 他們車界都這樣 而且車界都一定會有一個 反對他們騎車的老婆 真的 所以你知道這些倉庫 最主要的客戶 都是他們這種人 對 危險 超猛的 腳踏車 我覺得不只車界 吉他界也是 我覺得老婆是不准老公買的 但吉他好長 好長 他那個重機 腳踏車 真的很難長 因為太大台了 所以你勢必要找一個 這樣的地方 那我想說 我跟你講 他就介紹了我一個方法 好 我很相信 就買了這架腳踏車 要10萬塊錢 我們讓大家弄弄弄弄 這樣一塊錢 腳踏車 腳踏車要10萬塊 為什麼 差不多 那個腳踏車的差別是因為 因為它是鈦金屬 很輕 它是非常地輕 這個 對 這個腳踏車叫做Birdy 買兩台 對 這個腳踏車叫鳥車 還有一點鈦金屬 很硬 你知道嗎 今年的iPhone15就是鈦金屬 對 所以你如果這個高度摔下去 還真的不會很硬 對 那個就是Birdy 對 就是鳥車 那我想說好 沒關係 那我買了 而且我還一次買兩台 我還一次買兩台 你花20萬 對 那我就想說完了 我該怎麼放 我朋友就告訴我說 你就去找那個空間 我就真的去租了一個空間 那個空間一個月要花6千塊錢 就是你可能要花6千塊錢 你去租那個地方 然後可以把腳踏車放到這邊 但是我不能讓我的老婆知道 因為我老婆一旦發生這種事情 她 你知道 我老婆脾氣壓起來 那你後半輩子你也別過了 對 後來我就想說 你知道他老婆那個脾氣多大 我們看KKK好像平常滿溫順的 對 老潘子是因為在家裡面怎麼樣 因為叫老兵 喜歡幹嘛 買那個豬肉回來家裡面 然後在那邊炸 然後吃那個 剩下剛剛的那個叫什麼泡 對 豬油泡 豬油泡 那你還可以這麼瘦 好好吃 那你還可以這麼瘦 開放式的廚房 你知道那個一炸下去 整個屋子 都是那個味道 一般老婆頂多就是碎碎唸 你不要再炸了 味道有難聞 他老婆本來還在那邊喝紅酒 喝得很好 很高搖 可是那味道一陣一陣撲鼻而來 他老婆當場酒杯一甩 酒杯一甩 我要跟你離婚 真的假的 我也要醋油 可是因為你那個 所以你就不要再炸了嗎 懂得那種炒菜的人 他知道醋油泡有多香 我知道 但是很不搭你老婆的品味 所以我就很怕她 我很怕她 因為我怕她到時候又發脾氣 到時候我又沒好過 那我想說好 沒關係 那至少在外面一個倉庫 你不曉得嗎 好 好 有一天我的朋友都沒被發現 因為他們用的方式跟我不一樣 我是因為用每個月的薪資扣款 譬如說我每個月用我信用卡扣款 然後你信用卡扣款 上面會有明細 我的信用卡明細 等我老婆都會看 這個空間 請問這個空間是什麼東西 我一下子沒辦法講 我說那個是 我教室要用一些空間 我教室一些道具或什麼東西 沒有地方放 我可能要放在那邊 那是公司幫我處理的這樣 好 那家裡面這樣好了 那家裡面那個 有很多東西可以有空間夠大 可不可以讓我們放一下 家裡面的行李箱什麼 可以讓我放進去 我說好 沒關係 我就幫你放 那我就把他家裡面的行李箱 放上去 有一次 我剛好在工作 我在錄影 然後他打電話來跟我說 我要行李箱 可能明天要弄什麼東西 要掉行李箱 那我說好 那你就自己去拿 我也沒有太在意 完全沒有意識到你藏了是不是 對 是 我藏了好多東西 然後我就說 還有一些豬油泡 對 我就跟他說好 那不然你去看 結果後來他去 天啊 你真的沒有做壞事的天分 他一去就發現說 你就忘了 對 我忘記有車在裡面 你怎麼會忘這麼大的事 你當上就是為了車 才沒有那個倉庫 你是怎麼叫的 我說廠商 哪一個廠商 你告訴我 我去找那個廠商 你叫那個廠商就出來 可是你老婆認得 那一台車子的價值很貴嗎 因為它 因為上面有標誌 他就覺得你騙他 他去搜尋 他就去查了 他可能他 結溫久了 多少也都懂一些車子的姿勢 對 他結果果然就查到那個價錢 查到那個東西 他老婆當時那個氣勢 感覺是拿刀要殺了那個廠商 就為了那個車子 對 因為 那可是你 我已經買了 這也是個好的嗜好 他也帥嗎 幹嘛要這樣 你花這個錢 給不給小孩子 小孩子要念這個 要蓋那個 你為了不給小孩子 你花 家裡面怎麼樣 你該捨的那個錢 你應該捨的 你為什麼要花錢買那個腳踏車 你每天有多少時間在騎腳踏車 你看 那個腳踏車上面還發霉了 因為那個空調不好 那個輪胎上面有一些霉 那個輪胎氣都已經卸掉了 你花了錢在那邊幹什麼 如果是十萬塊錢 最後給小孩子 對 他是覺得你浪費 對 他覺得我浪費 那你真的讓他發霉 空調不好 就失氣太重就發霉了 他老婆外國風格 他老婆一直喜歡吃沙拉 然後淋那個粗炸橄欖油 他不給人家錢買橄欖油 就在那邊炸豬油 所以他老婆就是一肚子磨 反正就是因為這樣 我就被抓到了 一切都是豬油結束的運軸 一切都是豬油的問題 可是我覺得 潘老師以潘老師的身分地位 買一個十萬塊的腳踏車 不為過 沒有 他覺得要省給小朋友 車子身上花太多錢了 他買了一台休旅車對不對 全世界應該唯一一台 他把車頭改成好像刮鬍刀 就知道了 他已經沒有花到 可是改車真的浪費錢 男生都這樣 你們買包不是一樣 他一樣 好 你買兩台車 OK 可以 你這樣搞 沒有 我也買兩個包 買兩台包 你那麼兇幹嘛 他真的 他買兩個包 後來他真的 他就買兩個包 應該超過二十萬吧 差不多 所以你們測平 改車做好幾個 測平 你改那個車 花了大概八十萬吧 改 你是講到車還是騎車 沒有 我說那個 你那才修綠車 你那個刮鬍刀的車 刮鬍刀那個車大概要 總價應該快下 等一下 你說你花 你買那個車兩百萬 他改車改了四百萬 他當然要發瘋 他的包也不可能買到四百萬 對啊 對啊 這個太誇張了 那個車跟那個車是之前 跟現在是完全沒有什麼關係 那車現在已經不載了 好嗎 那你有賣到四百萬嗎 當然沒有 怎麼可能原價賣掉 那就好了 你花到四百萬 然後你賣的時候才多少錢 我也開了十幾年了 對啊 也該夠本了 也值了 我們不了解男生跟車子的 這種戀愛 把辣肉還給我 這是我的故事 要不要偷辣肉 差點被打 什麼錢 其實以前是挨家互動 有這種辣肉 然後香腸這些東西 高中的時候不愛念書 有時候中間會翹課 那你翹課就會想去偷 自己村子裡面的一些爺爺老 然後他們會蓋的 弄的這些辣肉跟香腸 那你知道那個每一個人 就是搬到同一間 譬如說我們這一堆人 今天是你 明天就是黃國仁 後天又是你 輪流 那我已經盡量是避開了 因為我們家 我老爸實在是太兇了 所以我會怕 每次都是 不要這樣 林安今天去偷了三吃香腸 然後國仁去偷了兩片辣肉 那今天你弄完了 隔一天總要輪到你了 有一天就真的輪到你了 同學就說 潘若迪 你去 黃碧碧他家 黃碧碧他這個辣腸 他那個香腸是特別好吃的 我說不行 我不太敢 可是他說你看 你知道我們眷村小孩 最怕被人家講的 你就是一個食辣 這是眷村小孩的成年力 雞不得 你一定要偷過幾根辣腸 幾根辣肉 才表示你是一個勇士 對 雞不得 對 就是你就被雞 可是你會覺得說 不行 這樣出去 如果傳出去到別村去 你完蛋了 你去學校你就會覺得 潘若迪就是一個俗辣 娘泡 沒有用 對 就是個娘泡 沒用的 對不對 廢材 我就決定去偷了 那你知道 也不是說 也沒有那麼多 好不好 那我就想說 好 我就去偷了 那以前你知道 以前的眷村都是那種矮牆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牆 走到那個牆 但是它的牆上的屋簷 是那種瓦片式的 你必須要翻到那個屋簷上面 然後走這個牆去偷那個 偷那個辣肉 同學們怎麼都 他們會拿竹竿 去弄 所以那個人家會看得到 會發現你是在偷竹竿的時候 拿竹竿去弄的時候 會看得到那個竹竿 那我就想說 我就順著牆邊一起走 好久不久踩到人家屋頂 在那個瓦片 整片人家踩到 一腳下去了 剛好黃飛在客廳看電視 清醒在天空站的時候 有一個人啪一下來 就直接到他那邊 天降神兵 他看了我看他兩個 然後一起看電視說 然後那個說 這歌好聽啊 我就這樣聽 清醒在天空站要啪 一個人跳的時候 我就說 你敢什麼 我敢什麼 好巧 怎麼會這樣 沒有沒有 我說我到屋頂上 因為屋頂上 以前你知道 以前我們以前設鴿子 那個彈弓打鴿子 鴿子掉到屋頂上 你不敢跟他講說 你自己偷辣肉偷香腸的 所以我就說 那鴿子死了掉到屋頂上 我去抓那個鴿子 鴿子在哪裡 你人已經掉下來了 鴿子在哪裡 我就被抓了 那天就被抓了 所以他一次想說 但至少我沒有偷他這樣東西 可是我把他屋頂踩破 我老爸爸痛打一頓 真的很痛打一頓 但是沒辦法 同學還沒說 你還是一樣 你還是沒有拿到 我們當天什麼都沒有吃到 我真的不行了 我就再偷一次 我這一次我終於偷成了 氣而不捨你 我氣而不捨 你偷到了 很高興跟同學在院子裡面烤 就是我們眷村 外面其實都會有籃球場 外面有院子 我們大家都在那邊烤 被抓到了 被黃飛飛抓到了 他怎麼知道黃飛飛怎麼弄他香腸 被抓到了 被黃飛飛抓到了 他怎麼知道黃飛飛怎麼弄他香腸 他很聰明 因為他們家廠商被偷 因為他們家香腸是最好吃的 每次偷都偷他們家的 他就把那個香腸 香腸也不是用棉紗線嗎 對 白色棉紗一個一個 他不是 他把棉紗線的紅的 綠的 紅的 藍的 他每個棉紗線的顏色不一樣 他塗顏色還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以前有板紅線 他每一根都有編號 對 他每一個都有 然後就奇怪 我們要養 你也不要偷我們家辣肉 一天那樣偷我們家辣肉 我們家辣肉多麼好吃是不是 結果他會罵 他就會講 就會罵 那我們沒辦法 我們真的他家香腸真的好吃 我們就偷 好啦 再烤了 我跟妳講到我 他還在嗎 那個一烤 不在 應該也不在了吧 走咧 黃飛飛走了 早就走咧 生田 來 生田啦 對 然後那個一烤 全村裡面都那個香味 黃飛飛就聞香了 還以為就知道他家的香腸嘛 聞香腸來 一找四個人就全部蹲在那邊 烤那個香腸 那香腸一看 那旁邊還有兩根還沒烤 那一看就是他綁的那個 OK 線子 你又偷我們家香腸了 你 我們家香腸永遠都包不完 他包不完嘛 包完了就被偷 包完了就被偷 好吧 就被抓了 好了 這家四個全部被釘回去 各家各戶回去 每一個人都掉 你知道籃球場是有那個單槓 每一個人都掉到單槓上 全部掉到那邊 四個人全部掉到那邊 誰把你們掉上去的啊 就是爸爸 家人 爸媽拿各家各的這家拿牌尺 那家拿掃把的邊 然後拿皮帶的 好可怕 這個也太誇張了吧 以前都是這樣 這個像那個打板一樣 一個一個打 這個A的王同學的 陳同學 李同學什麼 每一個打的 還不能打輸 就是爸媽在那邊 打他加補個腳 就是一直說 你這家打得很嚴重 那家叫得很大聲 然後這個爸爸就比得更兇 所以一定要打到鄰居說 不要打了 可以了 就是打得因為太狠了 所以坐在旁邊那個姥姥 姥姥坐在椅上 那個搖椅 以前是有個搖椅 搖椅到姥姥在那邊搖 那個潘先生他叫 潘先生 你不要再打包子了 我就以前叫包子 那我還要講包子 潘先生 你不要再打包子了 再打包子 這個好笑 這個好笑 以前真的都是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我最發現 就是誰越打越越 不能偷 真的不能偷 真的